台东县受限地理环境的因素 长年以来许多青壮人口需要远赴他乡 才可以获得就业的机会 造成留乡人口都是老弱妇孺 进而产生许多隔代教养的家庭 为了解决乡亲跟孩童期盼家人 能够返乡就业团圆的殷切期盼 县政府特别在6月27号跟劳动部 共同合办就业美合活动 好我们今天的奖金端发的是奋斗友诚奖励金 是我们就业三个月以上的民众 我们以这里的掌声 原本低收入户我们辅导他鼓励他出来就业 现在已经成功就业超过三个月了 所以我们要特别给他鼓励 经过这一些县政府这样推动 产业的部分 所以可以看得到职缺是增加的 然后现在求工比应该是1.2 2多 1.2多也就是说职缺会比求职人多 所以这对我们现在的台东来说 是一个好的发展方向 观光产业蓬勃发展了 这一两年创造了非常多的就业机会 现在台东的就业市场已经出现求职 求财对求职的比例是1.2 也就是说有很多的就业机会 实际上现在面临到找不到人的状况 那我们希望鼓励更多过去必须要离开台东 去工作求生活的这些乡亲 能够回到家乡来 这一次也特别针对我们隔代教养的这些家长 这些孩子的家长 那么邀请他们回来 我们发了问卷之后 总共有146位隔代教养孩子的家长们 他们表达有意愿回来参加今天的这个就业政材的博览会 总共有39家厂商参加 也吸引进千位的乡亲前往登记就职 活动现场相当热闹 包括县长黄建廷 社会处长钟清博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高平彭东分署长陈泰韵 以及行政院东部联合服务中心代理执行长张嘉明等归宾会 台东就业服务中心邀请在地厂商 提供超过700个就业职缺 因为我现在待业中 我想要一份可以支付自己生活费用的工作 希望能够跟各位台东乡亲就业的需求相符 让远在他乡就业的台东乡民都能返乡稳定就业 让每个家庭能够共享天伦之乐 东台宣布发林在台东市的采访报道 我认为我认为我在台东市里的中心里 一个公主中心里的接触 如今我们提供的讨论 多少钱